好 發言的不是國民黨立委 是前民進黨立委 那我們再回來講大S 大S最近也被罵翻了 對 其實家用傑跳出來之後 其實很多藝人都是出錢出力的 什麼徐若萱他們在國外 也是說我會要捐 什麼周欣林等等都有捐 連小S都有捐了一台 跟那個給家用傑這邊 但是你知道嗎 最近因為大S是風頭焦點 你知道他一系列的事情 這樣子 他昨天這個事情出來之後 大S第一個先被罵 因為大S他有捐救護車 救護車就是說捐到偏鄉 彰化媽媽的故鄉 一台兩百多萬 這消息一出來之後 就很多人圍剿他 甚至有個律師圍剿他說 你是不是這個 他先講說大S你看看賈詠傑 學著點這樣子 那就是說S媽就有出來 他說其實我們大S早就超前部署 而且其實大S他不想講 他說我們在五月份 就去訂了救護車 那救護車呢 因為你訂還有一段時間 最近會送過去 那就有人就批評他說 什麼 那就是說你 就是說 就認為說大S是在賈詠傑之後 才要去捐救護車 其實S媽就亮出他那個簡訊 就是說他在跟那個彰化那邊 聯絡的時候 其實這五月份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現在就是說 你不論做什麼 你都會被罵 好 我問一下 到底大S捐救護車 是在交往前之前還是之後 之前嘛 那大S曾經有發言過 他說蔡屠殺我們 那律師針對他這個發言 認為他這個發言很不適當 那因為他發言被罵之後 才捐救護車來洗白 那我要問了 他的發言說蔡屠殺我們 是在救護車前 還是救護車後 如果說他五月底 是訂了救護車 但是他這個發言 捐了救護車才發言嘛 對 那救護車就不是拿來洗白的嗎 沒錯 對啊 因為他這個發言 他這個發言才上個禮拜的事情而已 就是六月初的事情 那大S這個事情 就有個原因的 他在五月底的時候 他跟他老公就要鬧離婚 因為汪曉飛就是 因為他要回北京嘛 他來來回回 所以汪曉飛呢 就先在微博上面就寫說 台灣這個防疫做得很差 比起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都已經恢復了 所以他們真的是很可恥 然後就怎麼怎麼講得很難聽 太無恥 太低級了 寫完之後 大S第二天跟媒體講說 某人的言行 我一概不予負責 我們離婚手續在辦了 所以是真的說 汪曉飛常常這樣子就是說 自走炮式的發言 其實都會影響到 被我們台灣人的觀感 還有他們兩個小孩 其實現在都大了 但是這個離婚其實他們過去常常吵 常常跟捐救護車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有關係 因為其實我跟你講 大S這二三十年來 他出道 我對他了解非常深刻 他其實一直都有在捐 捐很多的地方 捐很多的錢 他們以前形容他叫俠女 而且他捐的錢之後 是不要告訴人家 不跟人家講的 所以其實他五月的時候 想要就捐救護車 早就已經在醞釀當中 可是因為 跑出他老公在那邊 胡亂發言嘛 所以他要離婚 然後呢 是在 才上禮拜 他才突然有一點半夜 就說 我微博啊 我的這個臉書啊 什麼IG我都被封掉了 然後說 我們正在被集體屠殺才出來 後來呢 他半夜他又自己跟著說 我手殘 我那個臉 因為台灣不可能封他微博嘛 我微博IG沒有被封 可是呢 我前面講的狠話 就是說 蔡正在屠殺我們 我前面講的狠話 我保留 所以他就是很氣憤嘛 就是疫苗的關係 還有導致他們兩家人這樣子 分離兩地 然後常常會說事情在吵架 好 因為疫情兩個人 竟然還要鬧離婚嗎 我們來聽 到底過去他們在受訪的時候 怎麼談他們婚姻裡的文化隔閡 老公你來幫我們殺西瓜可以嗎 西瓜犯了什麼罪我們要殺的 沒有 在台灣我們都說殺西瓜 還有殺柚子 這給勁是嗎 不是就是這麼說的嗎 然後呢 你想怎麼吃 給它切成塊 還是給它切成芫兒 橫的切 我沒有這麼切西瓜的 西瓜都是這麼切的 真的是橫切 年姐 這波疫情不會搞到兩個人離婚吧 離婚這件事到底後來怎麼樣 大家有點無沙沙 因為在這個兩個禮拜前 是大S自己主動講的 就說 離婚手續在辦理當中 我對他的言行不予 一概不予負責 然後才志明是他的恩師 打電話給他給大S 大S說 對 才姐 沒有錯 離婚ING 而且我現在很好 這個事情是離定的這樣 可是其實 就這個事情之後 汪小菲一直在他的微博上面求饒 他一直說 我的太太是世界第一名 她最好 然後這個 疫情的關係 我們這些都是為孩子好 為大家好 其實她在求饒 就是說 因為汪小菲只要一喝了酒 或是說情緒來之後 她就會在臉書上面 IG上面 微博上面 就會亂講話 她其實經常批評台灣的一些政治 什麼各種 她還自己講 她說她來台灣 那個小黃司機還為了政治 吵了吵了 坐著一趟計程之後 跟這些人吵架這樣 然後吵完架回去 她就寫微博 要開始罵台灣政府什麼 甚至於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 當中有個新聞 就是台灣有人 到廈門之後 把那個什麼病毒 要帶過去 然後她就 講了一大堆說 什麼什麼漢奸 什麼東西 後來呢 酒醒之後 自己又三文就說 這個筆物 什麼 怎麼這樣 就經常這樣 大S講了又講 罵了又罵 她就是改不了 改了之後又犯 犯了之後又改 所以她不能自己是 吵到不能再吵 其實 大S就是說 破口而出講要離婚 我覺得是很多次了 她甚至於就是說 她們前陣子 因為她們講 就是說一年裡面 見不到幾次面 因為要隔離嘛 現在隔離非常麻煩 回來15天 回去那邊又15天 所以有一次 她們在視訊的時候 大S覺得說 就直接叫小孩子 跟她爸爸視訊 她就不要跟她視訊 因為她們常常 很多事情會爭吵 那最近半年多來 尤其最近幾個月來 就是為了疫情的關係 為了小孩子不能去上學 小孩子不能出門 全家老小 大S 老小都沒有一個人 打到疫苗 然後呢 王曉飛 或者說她們 她的那個婆婆 張南一定會講說 那大S 你就帶小孩來北京 住就好啦 不就事情都解決了吧 到那邊去 在那邊上學 在那邊疫苗多的是不得了 都可以打 大S就是不要去北京 因為她要住在台灣 她要跟她的家人 住在一起 她喜歡台灣的氛圍 所以她是熱愛這個徒弟 但是呢 這個老公 還有她們小孩 也是她所愛的 所以我覺得她應該還在很掙扎 可是為了這個事情 因為現在吵到這個樣子 反而是她那天寫出來 就是說 蔡正在屠殺我們 我們是被當為白老鼠等等 這個很多網友認為說 那這樣子 妳反而跟妳老公 站在一起了 你們陣線又一樣了 所以我覺得 以大S 因為她現在要 以小孩子為著想 親言說離婚 我覺得也是不能解決 問題 因為小孩畢竟還小 一個才七八歲 一個四十歲 她是生了小孩之後 所有的重心都在小孩身上 對 而且大S 她這兩個 她為什麼要捐救護車 有個故事你知道嗎 因為她那時候 她生這兩個小孩 都是 都是冒著生命危險生的 都是這個 有一次是男生 第二胎是男產 然後第一胎也是 就是什麼一直這樣 胎位不正等等 所以她說 她兩次生產 都是坐救護車到醫院去的 這是冒著生命危險生下來 所以 她很愛她的小孩 愛這個家庭 那我覺得 以大S 就是說她可能在氣頭上 而且她全家裡 現在為了這個疫苗的問題 亂糟糟的 所以就是說心情穩定下來之後 這個婚應該還是有救的 好 台灣的捐贈風暴之後 緊接著來談的是 疫苗分配風暴 特別是 疫苗政策呢 現在被柯文哲酸說 台灣不同縣市 打疫苗的年齡都不同 真是奇蹟 甚至於 台北市發言人陳秋涵還說 為什麼北市灌水 高雄少血 柯P甚至說 這一次的疫苗政策不透明 她是被突寫了 不只是柯P這麼說 連林又昌也這麼說 新北的疫苗 貨配不如高雄粉專也質疑 分配邏輯是人口 是確診數還是得票率呢 我們來聽柯P和林又昌的說法 這就很奇怪 不同的縣市你知道 連零都不一樣 你不應該說前一天才突然通知說 明天要給你幾次 怎麼會讓整個台灣島上不同的縣市 可以打得連零都不一樣 這實在是奇蹟 要發多少數量 我想還是有客觀的數據 只是說我們不知道就很難規劃 不過有一點我也明白的講你知道 在股票市場內線交易是很嚴重的罪名 但是就不曉得說 在政治的場域你知道嗎 內線交易要算什麼樣的罪名 因為我個人那個時候因為在開會 所以我是一直到六點半的時候 接到這個幕僚的一個訊息 才知道說這個疫苗要提早這個發送 那那個時候其實有點錯愕 然後其實也是有一點小生氣 因為事先並不知情 為什麼連民進黨的基隆市長林宥昌 他都說他很生氣 他說要被突襲 對 林宥昌是在六月十四號 他的疫情說明會裡面他講 他說我是到六月十一號的晚上 我的幕僚才跟我講 我可以分配到1.2萬劑 但是我覺得很錯愕 你怎麼以前跟我講 我根本就準備不去 他說他很生氣 他打給麥麥 他給高雄麥麥 說你什麼時候知道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所以黃珊珊講 他也是在六月十一號的下午 四點的時候 我們的防疫局 防疫署才打電話給他 說台北可以分到五萬八千劑 然後限你一個小時以內 報告一下 你這五萬八千劑要怎麼打 用哪有可能 一個小時要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從他剛開始分配 一個表我們就可以看到 好 我們來看 這個表也造成了大家說 你不要這樣子 你機關算盡 小鼻子小眼睛 為什麼 台北市說他們被灌稅 然後他們說台北多算 高雄少算 這是怎麼回事 對 這個表是剛開始的表 裝理想說 我按照六都來分配 來第一個 新北市八萬三 高雄八萬 然後台北七萬 台中七萬 其他的桃園跟台南 都是五萬六 我按照什麼比例 反正我是公平 公平分配 他有個公式 那理律上來講 這樣算起來 好像還有一點公平 其實其實不是 台北市說 我哪有七萬 我裡面萬二是在中央走的 我都五萬八而已 實際上台北市說 他們是被灌稅的 他們並沒有像中央所公佈的 給了七萬劑 他們說他們才拿到五萬八千劑 好 高雄五四八萬 高雄和國軍一萬一是九萬一 指揮中心說高雄分配了八萬 對 但是高雄其實分配了九萬一千劑 換句話就是說 高雄給人家少算 台北給人家多算 那為什麼要灌水呢 這是第一個 是不是因為不想讓民眾說 綠營執政的縣市就拿比較多 當然 第二個 大家在質疑的是 為什麼這個分配數字 是以人口結構 以醫療比例來做分配 而不是跟確診的數字 或死亡重症數來做依規 昨天一想他就講說 我是按照現在目前台灣 所有的醫藥三類 他還沒有接種百分之六十來分配 另外所有的一個長照 他現在有六成沒有打 那離島有將近九成以上 再來的話就洗腎的病友 這些目前來講只有27%沒有打 那離島有九成以上的洗腎的病友 完全都沒有打 所以他是以一二類沒有打的人口 照一個比例去算 然後長照再照一個比例去算 然後洗腎患者再加上去 換句話就是說這裡頭包掛的是 人口結構 還有一個年齡 他還75歲以上的27%來算 27% 所以裡頭有年齡 有一二類的覆蓋率 對 也有洗腎患者 獨獨 沒有去思考或考慮 當地的疫情 對 所以你一般來講 照理來講 這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問題 不是一個公平的問題 如果公平的話 你今天要發那個 那個服役金的話應該公平 這個是疫情的關係 是公共衛生的問題 你台北新北是重災區 怎麼會台北新北反而少 然後還要扣掉莫德納 所以他們就講說不公平在哪裡 5月31號的時候 那時候AE不是41萬劑要分配嗎 那時候怎麼分配的 高雄分配兩萬一 台北多一千兩萬二 新北一萬劑 那這樣的話你會覺得說 那感覺也公平啊 不公平 因為高雄那時候的確診 只有二十九個人 台北市確診兩千個人 新北市確診兩千三百個人 兩千三百個人確診 你給他一萬劑 所以說中央指揮中心 想要每次出來每次去我們罵 大家罵說武漢肺炎 就是因為你機關算盡 機關算盡嗎 對於疫苗的分配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我簡單講 新北在第一類接觸的 已經施打的分配是五千八 而高雄這次六千五 然後在第二三類 高雄比他多了九千八跟四千零八十三劑 差別是在這個地方 如果用詳細的計算試看 中央其實沒有偏心 但是不可思議的是說 這個疫情的變化 其實新北市有五千七百多 三十三例 台北市三千九百七十六例 而高雄只有六十二例 也就是很清楚 現在施火的是台北市跟新北市 在施火的時候 你會把消防車多數分配在什麼地方 很清楚 沒有施火的地方 當然我們也要派駐消防車 救護車等著萬一 但是已經施火的地方 消防車救護車應該多數 抢救當地已經施火的災情 這是非常確定的 所以蘇貞昌很難能可貴的 所以應該加疫情進去 對不對 應該把疫情的全都加進去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也就是說已經施火的 這麼清楚了 已經施火的是台北跟新北 那當然多數的消防車 這個救火器應該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蘇貞昌很難能可貴的 他從善如流 他這一次要加發給台北市跟新北市 初步的估算先加發一成 但是高雄還有多配那一萬一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的第八軍團 長期就是駐守在南部 尤其高雄市有天山營區 他是陸軍五六四旅 還有我們的左營軍區 他是海軍後子部 光這兩個軍區 加起來就超過一萬的官士兵 一萬位 這是國防部的專案 所以其實人人都應該要打得到疫苗 問題是在疫苗不夠的情況之下 才會引爆這麼大的紛爭 請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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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